L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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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本來是跟各位 說我是要介紹那一款 牽直鏈的操縱機繩端空窩 但是呢 就在今天呢 我在網路上面飆到的東西呢 終於到貨了 所以啦 我要為了慶祝這時候呢 我一定要介紹這款玩具 給各位認識 那這一款呢就是 早年1999年 Beast War系列的一個 黑歷史商品 它是掛名在 Beast War系列裡面的一款 混合獸的一個商品 這款是混合獸系列的 Boison Bite 也就是我之前收集過的 我說過最難收集到的 四款混合獸的 其中一款 那當然 這款收集到之後呢 我四款混合獸 也就全部都擁有了 這是非常可喜可賀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介紹這款Boison Bite呢 是我之前沒有介紹過的 各位就抱著一個非常開心的心情 來看我介紹玩具吧 雖然這個東西在網路上面已經有一堆人發過了 因為畢竟這個是1999年的商品 然後台灣其實真的是不太好取得 那在有幸呢 在這兩天有一個 收藏家呢 他一次的把他四款的混合獸都釋出了 當然也是大家搶啊 我也是搶啊 那 嗯 好 就抱著一個開心的心情來介紹吧 這款混合獸呢 Boison Bite呢 台灣翻譯叫做 毒刺 毒刺 那 一開始為什麼VCVC呢 因為這個呢 就是很像是 大家有看過哈拉猛藍修裡面 那一個 獅子魚吧 很像是獅子魚 那個感覺的配色 應該是獅子魚沒有錯吧 對 那這款呢 在這個形態下呢 就像這樣子的 身上帶著這些 危險的塗裝的一個魚類 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這款呢 我買到的時候 他是二手的 所以他身上有些地方會比較 鬆散一點 那我也不打算 補強他的關節 反正久一點之後呢 自然就會變硬了 好 下面呢 這邊就是一個 他腹部的地方 好 收納的呢 其實也算蠻乾淨的 畢竟是1999年的作品 好 各位稍微看一下 然後魚旗呢 是可以像這樣上下晃動的 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 前面這邊 的旗呢 也是可以像這樣雙動 這是一個球型關節 嘴巴呢 也是可以做一個開合的 那當然開到這個程度就差不多了 那魚的型態呢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款 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買到 真的是 等了很久啦 終於等到了 OK 那 嗯 身上就是一些很漂亮的魚皮的細節啦 那這一款呢 混合獸呢 混合獸基本上就是兩個動物的變形 這個動物變成那個動物 不是這個東西變成機器人 就是這個動物變成那個動物 看我之前介紹過的就知道了 那這一款就是可以由這種 獅子魚呢 可以變成一隻毒蝎子 這也是很酷的地方 我覺得非常有巧思 各位就跟著我來變形吧 在變形之前呢 我一定要再次告訴各位 這一個系列呢 一共出了四款 這一款蝙蝠音波呢 是我覺得它 塑料上把玩起來最危險的一款 其他真的是安定性很高 所以沒有問題 這款Boys & Byte 紅色的塑料呢 真的是非常的結實 然後呢 該旋轉的一些關節部分呢 它使用就是一個 比較軟的那種塑膠套件 所以真的是不錯的 就變形起來呢 把玩起來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 這是可以認同的 OK 那波羅說我們直接進入變形結構吧 從這個變成那個了 OK 那首先呢 在變形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先 知道一下這一隻東西呢 它就是從一個像這樣魚 然後直接攤開變成 另外一個造型 那我們就必須把它像這樣 左右先攤開 攤開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卡扣呢 呃 給解放 那先等一下 我覺得好像什麼地方卡卡的 好 首先我們把左右的魚旗 後面的魚旗這邊把它左右打開 這是兩個卡扣 各位看一下 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把整個魚的身體呢 攤開了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卡扣 你必須要把這個卡扣呢 搬開 那因為材料非常的結實 所以你不用擔心壞掉 你可以很任 很放心的把它搬開 那搬開之後呢 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一塊頭的地方 跟這裡把它分開 這邊一個小小的卡扣 分開之後呢 頭就可以像這樣打開了 這個地方 這裡有個分線 我們把它左右分開 那這邊分開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比較多的卡扣 扣著這個臉的地方 把它一個一個分開 等一下要劃開 像這樣分開之後呢 會看到這邊有 1 2 3 4個可動關節 把它旋轉出來 左右邊都旋轉出來 就像這個樣子 它就會變成 蝎子的左右手人 然後這時候你要把這個 魚旗的地方旋轉 蓋住這裡 這裡就會把它眼睛的地方蓋住 然後就變成了 普通蝎子的殼 然後嘴巴這邊打開 就變成蝎子的翱了 這真的非常的創意對不對 OK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 這個地方 翻出來 就變成蝎子的頭了 然後這一整根 這一整根東西呢 我們先把它翻出來 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看到有 就空洞就跑出來了嘛 對不對 就可以把魚旗 收進去這裡 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一根 這一根東西 這兩根 等一下喔 這邊有兩個金屬軸 這個金屬軸的地方呢 就是要把它做一個旋轉到這個位置來 這邊看到有一個凹點 就是要對應這個凸點 把它組合下去 等一下我們再調整它的腿 旋轉 組合下去 像這樣子 然後基本的雛形呢 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下來來調整它的腿 像這樣旋轉 旋轉 然後這邊也是旋轉 旋轉 基本上你看到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就旋轉成這樣子 像這樣子 然後翻過來呢 它就會變成 很帥氣的一個毒鞋子的 腿部 然後上面這一塊蓋板呢 我們把它旋轉 到這個位置 後面這個毒刺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轉上來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要調整它 毒鞋子這個毒熬的位置 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它這邊是很多個球型關節 所以你就完全不需要擔心會去卡到 那稍微調整一下之後呢 那這一款 BOYSON BYTE BISTER WAR 在1999年所推出的黑歷史商品 混合瘦變體的BOYSON BYTE 就變形完成了 那就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毒鞋子的模式 我先把它放在桌上 各位稍微看一下 像這樣子 尾巴就是尾刺 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可以從一個剛剛 魚的整個扁平的形態呢 變成像這樣整個平坦的扁平的形態 那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各位稍微看一下 真的very good 各位稍微看一下 身上的一些細節 像剛剛魚皮的地方呢 馬上就攤平變成毒鞋子的 背甲的部分 然後這邊 在做一個旋轉 魚鞋在旋轉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它的一個很漂亮的背 然後這是毒刺 毒刺的部分呢 也有做一個塗裝 這邊就是它的一個尾刺 那尾刺的這邊呢 各位稍微介紹一下好了 尾刺這邊呢 因為它有一個第三個臉嘛 就是它的一個共生體 之前跟各位介紹過 它一個共生體型態的臉 就在這裡 好 那這個共生體型態的臉呢 它只要沒有固定 它是會彈回去的 好 跟之前的幾款也是差不多的 只要打開就會彈回去 好 它是一個共生體型態 可是其實基本上 沒有任何的干 沒有任何的關係 像這裡 有一個 他們另外一個派系陣營的mark 這是共生體的mark 好 然後打開呢 這裡面就看到一 一管像機箱一樣的細節 好 好 當然就是不知所云啦 好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共生體的臉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我只能說它就是掛 把它故意掛在這個熱潮裡面的一個商品 好 大Beast World裡面呢 事實上是沒有這個角色的喔 好 它在卡通裡面是並沒有出現的 那可能就是玩具文案裡面的東西 好 但是它又跟同樣系列的商品又格格不入 所以呢 這就是變成當年的一個黑歷史商品 好 也因為是黑歷史商品呢 所以它的發售的產量其實並沒有很多 好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在這時間點在台灣 好 在現在這種時間點 2018年 我還能夠把它 你看經過了十幾年了 我還能夠把它全部都收集 四款 我真的覺得真的運氣真的超級好 好 那再把它四個都行出來好了 好 這四款損合瘦變體呢 各自都有各自的型態可以 好 各自變形的型態 好 那每一款呢 真的坦白說都非常的好玩 好 只要你是有在玩野獸 野獸這個 野獸這個 這個系列的人 你就會覺得 好 這四款真的都非常的巧思 好 那今天介紹的這一款 Boisom Bite呢 毒刺呢 也就是我真的收集到最後的一款 好 其實最難的應該是這一隻 這一隻是最難收集到的 好 因為這一隻基本上 在市面上大概有八成 基本上都是損壞的 因為這一隻的材料的關係 其他其實入手都非常的簡單 好 但是我的依序順序 卻是這一隻最後入手 好 但是也很高興 好 那總結呢 這一個系列的玩具 嗯 變形結構 以當年1999年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好 在一個簡簡單單的翻轉 好 說簡單其實也 不太簡單啦 就是經過一輪一連串的翻轉之後呢 可以把它從這個東西 變成這個東西 好 像這一隻熊 它在當年就是從 這個白熊的造型呢 可以直接翻轉之後 變成它的一個 貓頭鷹的形態 然後這一款恐龍呢 就是可以從熊 然後直接翻轉變成一個中毒的恐龍 中毒的熊變成中毒的恐龍 然後 然後音波 照理說這兩個顏色應該要互換才對 我是覺得這個音波如果變成綠色是還好 中毒的蝙蝠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種中毒的鱷魚 鱷魚的原色啦 然後魚這真的是比較跳通的一個造型 可是又其實不太難看 所以整體呢都是非常棒的 好 如果你有收集這個系列的話呢 真的 好好的珍惜跟愛護 因為這系列 在市面上 其實真的是 能見度已經越來越低了 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國外的網站 真的是不好買 好 OK 那今天的玩具就差不多 介紹到這裡了 好 最近真的是天氣都變化 下雨下的真的是不差不小的下 然後呢 最近上班其實也事情比較多啦 所以幹話就比較少了 我今天不太講幹話 因為這個玩具介紹完之後呢 我要好好的休息 說真的你看喉嚨是不是又趕快 感覺又開始有點 我有點講話有點少 對 因為這兩天在上班的時候呢 玩水玩了一整天 好 真的是很累 好 然後感覺有點 可能太 碰太多水 然後在冷氣房裡面這樣吹 可能就真的 身體就不太舒服 好 請各位多見諒了 每天的影片都沒有什麼幹話 好 單純就是介紹玩具而已 好 那今天介紹這一款 Beastle World系列的一個 Boyson Bite的 獨次 希望各位會喜歡 好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呢 麻煩就幫我分享 訂閱 轉發 好 那喜歡這隻玩具呢 就自己 我說過了 上網去找 也不要問我買多少錢 哪裡買 自己去看 自己去找 好 那覺得我的影片風格呢 如果是你喜歡 你能接受的話呢 就是真的是 可以訂閱我啦 然後 常常就是看我發新的影片 有時候呢 我神經病 走起來 我是大概一天發三個影片 那如果我神經病沒有走起來 我理性的話呢 大概就是一 兩天 兩天發一個影片 如果很忙 可能像這次這樣子 可能五六天才發一個影片 真的是 那 那 有時候可能是像這種 比較稀有的老玩具 也有可能是 懸心發售的玩具 我說了本來我這一次 要為各位 首發一隻玩具 可是因為 發生一點意外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為各位做首發了 好 我本來是要為各位 首發這一款 好 等一下先去旁邊 噗噗噗噗 好 這款鐵工廠的一個 IF EX的新黃 好 這款 14L的新黃 我本來是要跟各位分享這一款 好 我是第一個拿到 應該是我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沒有 資訊沒有錯誤的話 我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個 拿到這款玩具的人 好 這是肯定的 因為我這款玩具是樣品 好 我是硬跟我的買家 爐了這一款樣品 好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 裡面有沒有什麼 什麼一些特點啊 什麼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這款拿到的時候就是像這樣 它是一個 呃 直接由鐵工廠出給 賣家的一款 展色品 那因為我是硬爐 爐爐到後面 請買家把它賣給我 可是就是貪小便宜的下場 我買了之後呢 這款缺了肩甲 所以 我從拿到到現在 我一直沒有辦法 我已經拿了一個多禮拜了 喔 一個禮拜有了 我一直沒有辦法 跟各位分享這個東西 好 是很可惜的 好 那如果 這個東西等我拿到 可能已經請記念了 那你們可以自己在別的地方 去先看別的UP組 先發這個玩具的一個影片 好 那就慢慢的不用等我了 因為我等到補件 可能已經天荒地老 海枯石爛了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好 OK啦 那沒有關係啦 總就是這樣子嘛 人生嘛 沒有了那隻星皇 我還是有其他東西 可以跟各位分享 好 那當然慢慢來 一點一點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各位